8月4日 会善用时间 就是会处理生命 能掌握时间 就是能拥有人生 报在 美国将建造一座 价值千万美元的 现代长远中 它一年滴答一生 每世纪终享一回 希望借此提醒繁忙的人类 把步调放慢 将思考超脱快速的科技 以及因忙乱 所造成的尽力短视 的确 正确认识时间 善用时间 已是现代的我们 认真思考与重新调整的课题 在现实的生活中 有人感到时间不够使用 只能分鸟必争 也有人觉得 光阴漫长痛苦 感叹度日如年 你看 有人将时间 用于功名利禄 忽略家庭的亲情培养 有人将时间 用于声色犬马之中 舍弃自我的学习进修 如果学生 不耐课堂上 一日一日的听闻 他年如何知识广博 如果农人 不愿田地里 一次一次地播种耕耘 最后如何采收果实呢 由此可见 同样的时间 如果不懂珍惜运用 浮游 招生 慕死而不愿 人生 百年 寒暑 而不足啊 其实 只要五人 能够认识时间 善用时间 就能够从分秒 日月的时间里 破茧而出 懂得把握当下 珍惜此刻 仿效仙贤所说的 三不朽 自然可以在 立德 立功 立言之中 体正 刹那 极永恒的生命 而宝贵的光阴 岂会现有于 现代长远中的 一年滴答一生 每世纪 终享一回呢 文思修 只要五人 能够认识时间 善用时间 就能够从分秒 日月的时间里 破茧而出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 有声书香 请不吝点赞 订阅